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我很多謝各界部門的先生、小姐 你採訪我們 非常感動 因為去年我們有一件事發生在多倫多 選美議會的問題 我們在去年8月30日總決賽亞洲小姐 我們亞洲小姐在多倫多分區屬於授權 但是突然間有一個叫北美亞洲小姐 她又是亞視派來的 當時我都很驚訝 為何會這樣呢 我們正在做 又是一個北美亞洲小姐 是亞洲電視派來的 我問清楚 根本上是有這些事 但她已經在9月18日在何百超舉行了 不理你這麼多 變成了我們很大的傷害 為何呢 是信用的問題 誠信的問題 和影響到我們以後在選美的環節 是不太不需要一定有影響的 很多贊助商就以為我們是欺騙他們 最不好就是有這個感覺 但我們不怕 今年我們一樣是照做 但今年還是特別的 今年我們有這個亞洲先生的環節更精彩 更加精彩 我們同場是演出的 就是在這個Dixon Road 那間叫做International Pasar Hotel 以前的Double Train的酒店的位置來的 那我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希望呢 今年呢 一樣是專舊和亞視他們合作 選了一些亞洲小姐都派他們回香港 去參加總決賽的一樣 是好像網民一樣 那至於亞視的裡面的運作 或者是怎樣 那你們都可以問問問Terence 各位全部朋友 大家好 那我是亞洲電視 Terence Strong 張天榮 是亞洲電視作為總教 專門負責海外的亞洲小姐 那我想在趁著今天這個機會 有這麼好的機會呢 想講一些消息 講一些關於亞洲電視的 那由去年開始到現在呢 亞洲電視給人的感覺 好像是一個風雨飄搖的一個蠟燭 就是被人趨勢 但是其實呢 我們現在呢 當時呢 是面對亞視呢 其實是有個時間呢 尤其是去年 11月到11月開始呢 已經是比較很緊絕的 因為投資者呢 不再支付我們的薪金 所以呢 面臨很多困難 運作上的那樣 但是呢 我們都 我們的七百多員工呢 在亞洲電視呢 都堅持崗位 希望我們香港或者全球呢 最長的華人的時代呢 都繼續能夠生存下去 那所以 員工呢 很多都繼續留守的 那直至到 今年五月呢 就有個新投資者呢 就來投資我們亞洲電視 那所以呢 我們會是 雖然是政府 將我們的免費牌 那牌呢 就會 剔除了 因為我們的免費牌呢 就去到明年 四月一號而已 那之後呢 我們會用衛星 和OTD 網上電視 繼續 執行我們電視的任務 那另一方面呢 我們會繼續申請 恢復我們的牌照的 那所以呢 現在我們 亞洲電視呢 就有 還有五百多員工呢 繼續在電視台留守的 那我亦都希望呢 就在這個機會呢 給大家的正能和物性識呢 我們是 那時候呢 繼續在運作著 就是 應該 我覺得是 會來 會來 競爭力越來越好的 因為我們 新老闆呢 就是 現在 因為我們還未可以公佈住 因為很多細節呢 我們是未能申請好 那日後呢 如果搞定了那些手續呢 我們會是 正式和各界傳媒呢 公佈 新的投資者是誰 但是其實現在我們都在做很多事情的 我們是 以後呢 就準備 發展 拍電視劇 發展 拍電影 搞演唱會 繼續搞 我們亞洲小社 今年不是最後 最後一屆亞洲小社 我們也都會繼續搞 亞洲先生呢 今年就是 平彈的 但是呢 明年我們會繼續搞 也有造星的方法 找我們的明星出來 通過演唱會 通過演唱的歌唱比賽 亞洲歌唱比賽 我們會繼續發掘很多明星出來 那回應回到Rita呢 去年是有一個不願快的事件發生 有一個 巴米亞洲小社呢 同期是 當Rita 巴米亞洲小社做完之後呢 遠短一個月 過幾月之後 有一個巴米亞洲小社 總結在在多倫多出現呢 其實這個呢 就是 因為當時呢 我們 是 我們 亞視那個行政 有些 仍是混亂的時候呢 有人就 就是 合約 未簽好 未有合法 合法的 渠道 產生的時候呢 那位 那位 那位女士呢 就在多倫多 搞了這個 北米亞洲小社總結 這個呢 這個呢 其實是 是 理論上呢 就不是很合法的 因為他還沒有 跟我們 真是簽了 授權 給他做 他就去做 當時 我亦都打電話 跟他講了 我說不可以在這裏做 因為 當時 RSD呢 會提到他們呢 是獨家在這裏 多不多做的 沒有可能 就是 還讓他在這裏搞 因為這個會影響他們一個 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無論是贊助商 或者是聲譽呢 給人感覺呢 是 好像他都壓人 其實 其實呢 我在這裏呢 就應該向他道歉 真是不好意思 是我們亞洲電視 跟我呢 我應該去向他道歉一下 另外 因為那時呢 我們是 電視台的運作上有些問題 所以 還有 經過 warning 叫他不要做的時候 大概都一以鼓行 做了的時候 已經做了 所以呢 還未及時 向大家解釋這件事 那也都在這裏呢 我向大家傳媒呢 就解釋清楚 其實呢 讀家 真是讀家的 之後 RSD Vita和Tony 他們做的 在唐人多祖師 是真正的 當時 李雪菲在這裏搞的 是未經正式許可的 亦都是不合法的 在這裏做的 那這件事呢 我就在這裏 前清 起碼大家報道一下 那 今年呢 既然以往一樣 就那個冠軍呢 我們會派他去 我們亞洲電視 是在 參加我們在 12月18日 在香港舉行的 亞洲電視 亞洲小姐的總決賽的 那 就希望大家 各位支持 支持我們的選美 那另外 今年的RVita 我們也搞了 亞洲先生 那 這個可能 我明年 我再會合作 都不定 因為我們 明年應該繼續 會搞回亞洲先生 那 這個時間 我婆婆姐會 給Tony 九腳 是第一次搞加拿大 亞洲先生 今年呢 我們也有很多 重要的先生 參賽 那其實呢 我們 未清楚知道 亞洲 的去向 是不是搞亞洲先生 我們其實 都 有想過 那 我們不清楚 我們這邊的 反應如何 其實我們今年的 法院其實是十分之好 我們今年的質素 呢 水準是非常之好 那 我們也有很多 不同的環節 我們今年的亞洲先生 也都會和亞洲小姐 一起去行 那 那 就變成了我們更多的 不同的花水 和不同的床底表演 還有我們也有很多活動呢 就是 一起去搞的 那 我們 譬如我們有搞過 現在最流行的 那些叫做Archery Tag 或者是我們去一些不同的夜市那裏 去做一些宣傳 那 我們也都是在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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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stival 裏面呢 就是做Promotion 那 我們也都在 例如Taste of Danford Bread and Honey Festival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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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現在是 想著擴張到去不同的 就是 到底怎麼說呢 橫濟度的社區 或者是韓國的社區 就是不同的類型的社區的 的節 或者是Festival 裏面呢 去做我們的Promotion 去吸引 是的 儘量打進主乥來 去吸引多些 不同的 類型的 參賽者 那 那我們今也是 我們 跟一個日本的FestMateria合作 我們就在Yungton Dundas幫他們做宣傳 我們的反應也是很好的 當日我們在台下起碼也有一萬人 那天就很熱鬧 我們今年的去向就剛好跟那邊有機會合作 我們今年主要公認我們的小姐給阿施那邊 我們那邊會在2016年3至4月份派他們去歐洲 去參加雅太小姐那邊 阿施小姐其實他們現在在搞一個選美活動 就叫做Super Town 那規限只有亞洲的加拿來去參選的人 就算有加拿大的俗裔或者是不同國家都可以去參加的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呢 之後你們也可以隨便問一下 大部分都是跟回亞視那邊的 因為亞視那邊始終是這麼多亞洲小美之中是最大的 我們都是跟回他們那邊的規矩和要求的 那麼我們最少呢 那個參加者呢 要有百分之一的亞洲月同 亞洲都很大的 那麼我們都加顧我們亞視那邊的要求 那麼總之是在亞洲的continent裏面呢 就可以參賽 那麼去到是 由蘇聯就可以 去到中東都可以的 就是以色列那邊都可以的 那麼就看看亞洲電視那邊 就需要去到哪一個國家 我們就盡量可以跟亞視那邊前合陪一派 我就說說 如果亞洲先生其實呢 我們沒有年齡限制的 即是要不結婚都沒有所謂 即是歡迎男士參加 跟亞洲小姐不一樣 亞洲小姐不一樣 亞洲小姐年齡要16歲以上 就未結婚了 就亞洲小姐就沒有限制的 那我想問一下你 是否要她父母監管來簽個合約呢 我們有一份就是要監管人簽名的 那她才可以來到參加我的亞洲小姐 其實這件事呢 很多人想著選美當然有複雜 其實我們是很正規 和很守規矩的 不是亂這麼靈的 是的 我講回我們去年那個阿May 她真的很靚女 和很有氣質的 那她現在就 因為為什麼她今天來不了呢 原來她的工作的地方 在Hamilton 根本就趕不來 那我們會在總決賽房 那她會出現的 和大家記者 先生小姐 見面 讓你們和她打個招呼 那我們去年那個小姐 真是厲害了 中華小姐拿冠軍 去年阿May湯拿了亞軍 她回到香港之後 我們有一個大中華比賽 先有大中華比賽 再有總決賽 那她在大中華 大中華總決賽 就拿了冠軍 然後在那個總決賽 她就拿了亞軍 最上景小姐 和很多獎 我記得好像六七個獎 總局 就破了歷史 所以她 其實去年阿May湯成績相當好 我們是多倫多 加拿大多倫多 以她為榮 選美會來說 她真的 我們都很開心 聽到馬上播放 加拿大多倫多 都馬上給我們看 我希望你們 支持我 報館 傳媒 傳媒 大佬 小姐 支持我們 和我們做多些報導 在娛樂系列來說 多些娛樂性 支持我們 支持我們 還有什麼 問呢 問多個 對於 去年 雙方 都是下一次 會追究 追究 是的 現在 因為我們 可能會 保留 追究法律責任 因為現在 我們阿市 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要重組 這個 我們都會繼續想 繼續 會跟這個案子 但問題 就是 我保證 今年 或者以後 就不會再有 這個前貨法 就是 永遠 都不會再有 這個同樣事 個案出現的 現在阿市 是保留的權利 其實 那位小姐 這樣搞 第一 侵犯我的版權 引致到 阿市 好像和我毀約 那樣 其實這件事 法律來說 是很大的 即是 無緣無故 擺板碟 是吧 我們就不開心 我一樣 保留我的權利 不是說 為何你當時 你不去追究他 當時 因為阿市 他們都很亂 公司 很有問題 我不想給任何壓力 給他們的負擔 在情在意來說 對方 李雪菲 做了的事 是無法逃避的 遲早都可以追究 我何必給家寶 受到這麼大的壓力 他已經很辛苦 已經 他們阿市 跟阿家寶 都是很辛苦 所以我盡量減少他們的壓力 今時今日 能夠 請到你們 來跟我們 聽我們的解釋 我不可以 逐個逐個朋友 客人 去解釋 好像訴苦 現在很難得 今天 Telence 以阿市的身份出來 公佈了 是他們做得不對 我都覺得開心 他剛才跟我說sorry 算了 我不是不追究他 是呀 我一樣足夠 李雪菲 起碼他還我清白 是吧 現在呢 我很阻礙你們 大家很多時間 都聽我說了這麼多這些 我們現在開始 中餐 我知道你們肚餓 超哥 好了 就這樣先 有甚麼可以繼續問 你們想到的 我可以問 明年 可能是 香港電視界 會 風雲突厥 多了兩個電視 這段電視牌照 都會再有新增電視 其實 將來的阿市 在這樣的競爭環境下 如何競爭生存 為甚麼發展 其實 明年 香港電視界 就會 變化很相當大 第一 我們那個免費牌 已經被人 拋了很多免費牌照 排在這裡 第二 就會有兩個 新電視 免費牌照 出來的 它就是 李閘街那個 那個 香港娛樂電視台 另外一個 就是 奇妙電視台 他們會免費 另外 據我所知 賀超勤他們 也會 優達昌 他們會 申請兩個牌照 但這個 應該是沒有很快公布的 我們 作為一個 老牌電視 已經被人 剝了這東西 的時候 應該怎麼處理呢 就是 剛才我剛才說過 我們唯一暫時 應對 就是 拓展我們的 衛星電視 和OTT 網絡電視 另一方面 我們會 馬上申請 復回那個牌照 這個 可能要少少時間 要少少時間 要多些時間做 另外 我們就會 加強很多製作 因為以前我們的電視劇 又沒有什麼電視劇製作 也變了 我們電視台的藝人 走了很多 希望 我們現在 新的投資者 撤離了之後 有多些資源之下 電視劇 我們會做 電影 演唱會 或者阿先生 繼續搞 還有 那場比賽 發育多些藝人 亦都 我們會 除了 粵語的頻道之外 我們會 講國語 有國語的頻道 我們 變了 其實我們阿姐 阿先生 很多都是 沒有語 是國語的 他們變了 可以參與我們的製作 亦都保留了他們 繼續跟我們阿姐 有個合作 那相信 有個衝擊的 我們會 阿姐 即是 不會這樣 挑一隻手等 被淘汰 我們一定會 還擊 上一次 在網紅電視 那班電視就是 三選二 對不對 即是網紅電視 才是選了兩個 那現在政府 是否有確認 真的會有多個電視台 在外面 還是你們一相情願 從來政府沒有說 規定是 免費下人 有幾多 香港政府 就沒有規定 就視乎 政府怎麼想 所以我們現在 申請都可以申請 它沒有一個 製作 但是 他們不是說 一定要開 還是 確認了一定有多個 電視台 現在 現在 法律上 他已經 批評了 將會有三個 那他三個 他會不會繼續有呢 就是 說到他政府 但沒有說 我們是 三個是現在一 還是 再有三個 是QVB 剛才我講的 那兩個 現在 已經有三個 將會不會有 有幾個 政府沒有說過 沒有 可能有五個 不定 那麼大 也可能沒有 這個 我相信 現在去開放市場 不單單 不會 就這樣 令到香港觀眾 只有一兩個 電視台看 現在的趨勢應該是 發展多些 電視台 好像多倫多 現在都 好幾個 中文電視台 即是說 下次再生意外之外 有機會嗎 我覺得會有 我們再拍一張 或者有三個 三個站在後面